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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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大家请放掌 好 好 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大众晚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楞严经的修道分 25元通章 请大家翻到八十九页 好 在八十九页呢 有一个修水大圆通的月光童子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难陀 难陀是修什么 修鼻式圆通 他关鼻端白 那这个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初入席 把它关成白色 它是一种假关 那这个水大圆通 月光童子 他也是修假关 他是关什么 关这个水大 关水大 好 那所以呢 他怎么去关呢 他说因为我们的身中 包含很多的水 那身外也有很多的水 所以呢 他要训练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可以专注 所以他就去观察自己的身 观察自己的身 他身里面 身体里面有血液 有尿液 有泪液 有各式各样的液体 是一种水性的 水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地方 不管是剃脱也好 或者是精液 精血 大小便利 全部通通都是属于水大 属于水大 所以他把自己的心 就专注在这个水中 然后他去观察 好 那当自己的心呢 全部去观自己的 身中的水 跟身外的水 身外的这个山川江河 全部 其实都是一种水大 他是有没有差别 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差别 事实上他没有差别 因为当我们的 在身体里面的水 从哪里来 从外面喝进来 吸收进来 然后排出去 其实呢 都是一个循环 好 不管是里跟外的循环 其实所谓的水 他就是以潮湿 以湿为性 那其实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 只是他所处的位置不同 我们就以为他不一样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心呢 就专注在这个水大上 那这个水大要做什么 其实他就是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对象来训练自己的专注力 当我们的心有专注力的时候 就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好 那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心 把他这个观察的对象 放大放大放大 所以他是一种观形的一种修行方法 那因为观察地水火风 这种元素啊 他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他不会引发你的情绪 你不会因为观察到 就是这个水 你就非常快乐 或者是非常痛苦 没有这种情绪的起伏 所以他可以训练我们的正念 他是属于比较中性的一种观法 就是他不悲不喜 那如果我们去观一个好的东西 美好的景象 有的人说 你要去观啊 观我最爱的人 你观察了之后会很欢喜很快乐 可是呢 他会引发你情绪的波动 那如果你现在观是一个 观察我们的最恨的人 哇 你观到他就是 然后这个整个心呢 也会在一种波动中 所以呢 当我们去观察这种 会引发我们的情绪的 反而会增长很多的妄念 会增长很多的执着 所以这个假观 这种水观 或者是上一次讲到的 这种白色的观 这种鼻视的这种观 他都是借由一个中性的东西 来中性的物体对象 这个静来让我们的心 不偏不已 不会太偏激 那也不会呢 失去观的这种力量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假观 没有好跟坏 不是说 为什么要观这个水 那在这经典里面 也有教我们除了水之外 还要观光明 还要观日 观月 那这是所有的假观中的 其中一种观水 那这个月光童子呢 他就是 可能对于这种观型 特别的相应 所以他长期以来 他都在修这种观 修了这个观之后呢 入了三昧入定了之后呢 你看出城此观 淡见其水 他就是整片 他只要入这个定 整个世界全部都是水 慢慢慢慢的这个水呢 本来只是身内身外 他慢慢的把它关关关到全身 内外通达了之后 整个世界都是水 甚至于你观尘之后呢 别人看你也是一片水 好 这时候呢 你叫做观尘 我们叫这种水观三摩地 就观尘了 观尘了之后呢 别人看到的我们 就已经不是我们 而是在我们的这个意念中 我们的意识的这种观型中呢 他看到我们是一片水 可是他这个水是从哪里来 水是从我们想出来的 所以想出来的 你把自己的身心 全部全部都把它转为水的时候呢 这个还没有究竟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执着 执着这个水是实在的 因为这个水是假想出来 他应该是假的 可是他还有一个执着 认为这个是实在的 所以呢 就会出问题 好 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他就 别人看到他一片水的时候呢 他正在入定 好 那有一个弟子 他有一个 这个徒弟 这个徒弟呢 就看到的是师父啊 在房间里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呢 他就好奇心 他就偷偷的打开那个窗户看 结果他就看到这个窗户里面呢 一片水啊 他说 怎么会有一片水 师父房间淹水的 师父去哪里 没有看到师父 所以呢 他就很好奇说 是真的水还是假的水 他就去庭院呢 拿了一块石头 然后就丢到那个 房间里面 就听到咚一声 哎 真的是水 然后他就 哎呦 淹水啊 快跑 就跑掉了 所以他就跑掉了 跑掉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月光童子 出定 出定了 他就发现 哇 全 全身上下 就 那个心的地方 心脏的地方 特别痛 他说不对啊 我已经证到阿罗汉 那证到阿罗汉 应该不会再生病 可是我怎么会突然 心脏有问题 好 那 那该不会是 退失了吧 所以 他就很害怕 他就想说 我今 今我已的阿罗汉到 久离病原 云和今日 呼声心痛 江湖退失 该不会又退了吧 好 那我真的 证到阿罗汉 已经可以出离三界 已经不受生死轮回 现在又会心痛 那怎么搞的 那这时候呢 他的这个童子就来了 就是那个弟子 那这个弟子就说 师傅啊 刚才啊 你的房间哦 淹水耶 他就大概知道 这个小徒弟在出了问题 他说那你看到淹水 那你做什么 他说 哇 就确定 要确定那个水 是不是真的 我就丢了一块石头下去 真的耶 叮咚 咚的一声 好 就是你的 好 那这个月光童子呢 就说 好 那你乖乖 等一下 你就打开这个门 你如果发现水还是在的时候呢 你就麻烦把那个石头把它剪出来 好 结果他说 好啊 这没有问题 因为我知道石头在哪里 好 那这个月光童子就又在入定 在入定了之后呢 这小朋友呢 就把石头捡起来之后 他就怎样 心就不痛了 但是他从这件事情 他就知道 哇 他这个修行还不究竟 因为你还执着那个水 那是我的心变出来的 那变出来的 这还是有一个法质在 还没有真正的完全 既然是心假观出来 假想出来 他也是假的 那为什么假的东西 如梦如幻的东西 你会被石头打到 会因为石头放进去之后 你会受伤 你会心痛 那就表示 我们这个修行方法 还不究竟 所以呢 他就继续在用功 他说 好 真正继续在把自己的 想出来的这个境界 也要把它关空 所以 假想是由空出假 你的心本来没有什么 你特别去想出一个东西出来 把它关出来 关出来的这个是由我们的心所造 是真的还是假的 也是假的 所以呢 这个假的 我们还要把它关空 要不然 你关出来的这个境界呢 他只要是有为 他就会有生有灭 他就会受到破坏 就很危险 所以就像这个小朋友 你没办法控制他 他丢了一块石头 你就遭殃了 所以呢 这个叫做 他到了 逢无量佛 如是至于 山海自在通往如来 方得亡生 他到了这个 山海自在通往如来的这个时代 终于把他的这个关系修到 连生也不执着 连这个水也不执着 好 所以呢 他说性和真空 无二无别 就是我的空 心中的这个 悟道的 正道的这个空性跟水性呢 其实它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水性及空性 空性及水性 所以无二无别 那这个就是他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是 这是月光童子自己的一个心得 他说 我以水性一味流通 德无生人 圆满菩提思维第一 所以他是从水大入道的 到最后呢 他还是要挣到了空性 那把自己的我执法执 关空了之后呢 他就能够挣到圆通的境界 好 这个是难陀 这是难陀 那很多人呢 在修行的时候呢 说 哇 那我哪有什么时间去修那个什么水关啊 那个鼻关啊 这些我都好像很困难 抽象 好 那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下面 下面我们要介绍 两个 他是从他自己平常的生活中 平常的生活 很忙的人 或者是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色身相位触法中 打滚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借由这个色身相位触法来修观行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呢 就来看这个香炎童子 香炎童子 在前面83页 83页 现在同时呢 他有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 每天打坐 那我们有的人 每天就会有一个读书的习惯 或者是打坐的习惯 或者是做功课的习惯 好 那他在打坐 他每天的功课是打坐 我在打坐的时候呢 这个香炎童子呢 他都怎么样 他会点这个香 在这个世间的很多什么香水啊 或者是这些好闻的香 他会刺激我们的这种什么嗅觉 刺激我们的欲望 所以呢 当我们如果闻到不对的香 有毒的香 他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身心 我们会上瘾 好 然后会引发我们的欲望 所以到最后 我们会迷失自己的心性 好 那这些香呢 都是不正的香 它会引发我们的遐想 会引发我们的妄念 甚至于让我们呢 产生很多的 不好的行为 或者是幻觉 那这种香就是不好的香 那所有的香里面呢 就是这个沉香 它会让我们起正念 而不是起欲念 好 所以呢 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呢 希望会点上一个沉香 让自己的心 可以能够跟定静相应 那不是为了贪图那个香好闻 而是这个香呢 它去掉了这种 会刺激我们遇恋的杂质 所以呢 这个沉水香 是香炎同时 他每次打坐的时候 会点的这个香 好 那他就在这个香味中呢 去找到他修行的方法 好 这个香是由我们的鼻子去接触 鼻子接触了之后 我们会分辨 我们有的人很喜欢闻某一种香味 好 跟某一种香水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连男生也喜欢喷古龙水 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 一种礼貌 但是为什么当初最早会有这个香水呢 其实是要掩盖我们的体臭 那东方人没有这种体臭的问题 可是我们就学习这个西方的礼节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也要喷一下 表示我们是有礼貌的人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香精的含料 这种味道 把它去掉之后 我们的身体自然会有一种香味 但是我们平常是用这种香来掩盖自己身体的臭味 所以到最后呢 就会产生的这种恶性循环 所有的香味全部混合在一起 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对于这种香 有这么多的一个追求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味觉有很多的 我们的嗅觉有很多的分别心 所以香炎同时他去观察 当我们执着香的时候 执着某一种才叫做香 我们会对臭特别敏感 那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香到底是什么 这香炎同时呢 就去观察 沉水香已经是很好的香 这个香既然它是香 但是如果它是真实的 一定是从某一些因缘中合合而来 所以呢 这个水尘香从哪里来 就是你燃了水尘木 好 那水尘木燃了之后呢 它就会飘出这种香 它就去观察这个香味 是从木头加上空气 再加上火 香燃因缘合合之后就产生了 这个烟 然后这个烟有香味 好 所以呢 他就去问哦 他就去观察说 这个香气啊 是从木头来吗 如果从木头来 它应该不用燃就有味道 可是我们去闻那个橙香木 它并没有味道 好 那它必须要经过火点了 好 那是不是从火来 也不是 如果从火来的话 这个火点了 你不用去点那个木头 火自然就会有那个味道 那火加上木头 加上了之后会产生这个味道 这味道应该是从木头来 或者从火来 结果发现既不是从木头来 也不是从火来 那从哪里来 所以呢 这个香炎童子呢 他就发现 这个香味好像有 但是也很奇怪 他又好像没有 所以叫做去无所着来无所从 你说他真的有一个来处吗 他也不一定 你说他从哪里去 从哪里来 你找不到 所以呢 他就从香气中 他不是去 去怎样 去执着好香 他不是 他是去发现了 到底是谁在分辨那个香 到底是谁在执着那个香 所以呢 他就去分别 分别什么 分别这个香气本身 他是一种假的 假的 因缘和合的假香 在一个空间中呢 你燃了这个香 你是把它吸完了 所以就没有香吗 好像也不是 你不去吸 他自然也好像 也就会慢慢就没有了 那他是稀释到空气的哪一个部分 如果他是真的有 他应该都不会淡掉 如果他是没有的 他应该从来都不会存在 不会香 可是他又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所以呢 非空非有 你说他真的是实在有 他又有生灭 你说他没有 他还是真的有影响力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来无所拙 去无所从的一个假象 暂时的一个因缘 从哪里来 从我们的分别心来 所以呢 这个香气同时呢 他去观察这个香味了之后 他发现慢慢慢慢的 他的心啊收回来 藉由这个观察 自己的妄念就消除了 如果我们不是去观察 这个香从哪里来 我们通常都是 啊 这好香哦 去哪里买的 一斤多少钱 我们就开始妄念很多 就去追逐这个香味 为了要香还要更香 那我们起了更多的欲望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观醒中呢 他有一个诀窍 就是我们不是去住在那个城 而是借由那个城 回归到我们在分别的那个心 原来香味是从自己的分别心来的 那我们借由这个观察 观醒 我们会去回 回光返照 去观察到自己的分别心 既然他是假的 为什么我们会被香城所转 既然他是暂时的姻缘 为什么我们会因为香跟不香 我们就会烦恼 所以呢 尤氏益销发明无漏 这个是香炎童子 他的一个修行的方式 好那以前有一个出家的比丘 他坐在河边打坐 打坐坐坐坐 坐到呢 自己的心很清净 结果这时候呢 风一吹啊 把这个河边的一朵花 是一重花的花香 就随风就飘到他的鼻子 哇他就闻了一口 觉得很香 那通常我们闻了一口 觉得很香的之后会怎样 就起谈念的闻第二口 嗯 味对来 就开始去找从哪里来 然后甚至于呢 我看到那个路边的野花 哇太香了 就把他怎样 整个摘回去 好可是这个比丘呢 他正准备要闻第二口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说 你为什么偷我的花香 他就吓一跳 哦是谁 是谁 为什么有人知道我偷你的花香 我偷你的那个花是你的吗 他说是 我是河神 好所以呢 对于河的这个主 这个河神来讲 什么叫做河神 什么叫山神 我们一般呢 住在我们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地 这个什么地气 还有这个房子的房屋的所有人 名字是某某某 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会认为这是我的 好这个河流呢 也有住有神灵 所以以河流为他的居住地 然后他在这个居住地里面 具有所有权 他认为那是我的 好那这个就叫河神 这个山呢 我住在这边 我就 哎 长久以来 我就是这个地方的所有人 我就叫山神 所以呢 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河有河神 树有树神 所以如果这个树比较久了 比较老了 他就会有一些神灵 把他当成房子 好那 如果比较有福报的叫做神 比较没有福报叫什么 叫做鬼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当成我 所以呢 哎 这种古董里面呢 因为我们 把这个古董 所谓的古物 这个本来 是三千年前的东西 那我三千年前 我很爱他 为了爱他 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之后呢 恋恋不舍 就会像上个礼拜 我们讲那个社利佛 这个黄金是我 这黄金是我的 到最后呢 他就会变成守护这个 黄金的神灵 有时候福报比较不够 就变成畜生 如果他在堕落 贪爱的心太强了 就变成鬼 所以呢 你如果去动他 你就可能被吓了符咒 或者是会产生一些不幸的遭遇 那个不是什么鬼神作祟 就是执着他的 在跟你对抗 所以呢 这种叫做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那我们进鬼神而远之 那这个 这个河神呢 他认为这条河是我的 河边长的花 当然也是我的 所以呢 他就觉得这个比丘呢 怎么可以偷我的花香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所以呢 我们一般人说 哎 那闻一下又怎么样 偏偏他就觉得 没有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的 那你也不能偷看 有主物 所以呢 这是 这个河神这样讲 也是对啦 那比丘呢 在持戒的时候 他当然持戒是越持越亲近 不是手去 没有去摘他 不是手没有去拿他 就叫做不偷 所以 不偷是 除了手不去拿他 还有我们的心 也没有去侵犯他 好 所以真正的持戒 持到连自己的心 都没有谈念 这才是真的 要不然有时候 我们说 我只是想一下 有什么关系 那很多事情 都是想想想 想到最后没有办法控制 我就会产生着 这个偷的行为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比丘呢 他听到了 嗯 合成训斥他 他觉得 也是有道理 那既然有道理 他就怎么样 忏悔 说哦 错了 那我改 他不会像我们一般人说 嗯 啊文英口是怎么样 了不起哦 你的 所以不会去跟人家吵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自己的一个 修养 自己的修行 好 那这和神呢 就看他有忏悔的意念 他就没有再继续核斥他 结果过了不久 就有一群 父女带着他的小孩 他就来河边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 这小朋友到处跑来跑去 哎妈妈 这边呢 有好香的花哦 哦 那这一圈父女听到花哦 真的是心花怒放 全部都跑过来 哇 真的好香哦 野浆花 水仙花 盛开正美哦 所以你一把 我一把 全部把它摘回去 好 所以呢 这个刚才的那一些花 全部通通都被摘走了 好 人走了 人去楼空 这个花已经凋零 被摘光了 好 换这个比丘在旁边 在洗洗粘哦 他就心里面在想 啊是怎么样 我刚才是有抽 闻一口 好 那就被骂成这样 啊现在整个都被摘走了 竟然没有人出来制止 这个和神 大概是在打瞌睡 是不是 要不然为什么这样 或者是什么 为什么你对我特别严格 对别人都这样子纵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啊 平一样都是犯错 为什么我就要被骂 啊他就好像没有事 好 所以呢 这个比丘心里面就 纷纷不平 好 这时候和神又发言了 他说 啊你在打什么妄想 啊 你还在哦 原来你还在哦 那你为什么这样子 好 这些妇女小儿 你不是说花是你的吗 这些小朋友 通通把花都摘走了 你这大气都不敢喘 七三八二 好 他说不是 我不是七三八二 我是在河边 看到你修行这么久 这修行这十几年 能够修到心 没有任何一丝的杂念 一丝的妄念 是多么难得 你即将要成功的 前一刻 竟然为了一朵花的香味 偷那么一口 你不是很可惜吗 功拜垂成 好 所以以后你没有办法成佛 问你为什么 因为我偷闻一口花 不是听起来很冤枉吗 是不是 这一口花 你闻完了 也就没有了 你只是快乐一瞬间 那你为了这一口花香 你去偷闻一下 何必 是不是 你这一张白纸 你就去点一点 你不能说 没有啊 我只有点一点而已啊 点一点 这白纸也是黑掉了 好 所以我就为了可惜 互念你的修行道业 我对你严格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修到那么清静了 好 那那些妇女小的 全身都黑的 我干嘛理她们 是不是 不但是黑的 你等一下出来 自己还会被她揍回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一般人 我就不要一般见识 所以一般人呢 就随便她 反正她们迟早就去地狱 活该 我为什么要去管她们 还要浪费我的唇舌 所以呢 标准不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修为不同 那当然持戒 有持戒自己的标准 我说 反正 这个法律呢 是规范现行犯 那现行犯之前 我们的意念 那谁规范 只有我们自己 能够规范自己 好 所以呢 我们的意念到最后 没有办法控制 才会去被当场 打个阵子 那我们要走到 被逮个正早的时候 已经是 一种果报现前 来不及 所以呢 在这个香炎童子的 一个修行 它是从香成入道 我们不要变成 执着那个香味了之后 才在香味上 让自己产生烦恼 我们要在当 一开始要 闻到这个香味 产生分别心的时候 就要起一个观心 好 所以呢 会成功 不成功 就看我们怎么运用 自己这个心 来面对这个香成 所以这是香炎童子的 一个修行 好 那第二个呢 叫做 要王 要上 二法王子 这两个 法王子 指的是菩萨 这两个呢 就是从他自己的 生活中的 主要的行业 他说 他们出来讲 我无始来 为世良医 就是我的过去 无始以来 我就是一直 生生世世都 一直当医生 那医生要做什么 医生要尝百草 要了解各种味 各种药的味性 就是他的这个药性是什么 苦的 咸的 甜的 淡的 那这些呢 都要能够分别 那每一种食物 都有他的味性 那这个药王跟药上 这两个刚好是他工作之变 每天都是在尝 我们在做的工作里面呢 有的人 他是要需要用很多的味尘 譬如说餐饮业 那我们不是餐饮业 我们不是这个 中卖中药的 我们也不是属于 这个味尘的工作呢 我们每天也在分别 照三餐 每天就是好吃 不好吃 苦醋咸淡 所以不管我们 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 各种的味道 不过就是过了这个三寸之舌 之后就没有味道的分别 我们却为了这个三寸之舌的味觉 产生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常说 阿公要煮鹼 阿嬷要煮痴 为了鹼跟痴 是不是会会怕 会 所以呢我们说 这个味尘 我们要不要去观他药 那这个味尘呢 我们先来看 大家都能够知道 他是这个小baby 他是属于哪一种 吃这个是属于哪一种 吃这个是属于哪一种 吃就什么 可是他好像没有东西吃 只有这个 好吃吗 我们看到他的表情就 他会发出 的声音 好我们这些大人很坏 看到人家酸成这样 还要一直 一直很娱乐 很快乐 好 我们没有吃到 可是各位刚才在看的时候 有没有唾液分泌 有没有那个酸味跑出来 酸味从哪里来 酸味不一定从食物来 是不是 因为你看到人家在酸里 也在化修 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一个分别来 这个味道很有趣 味道是从哪里来呢 味觉是从哪里来 我们说是从舌头的味觉神经 好那那是从食物本身来 还是从味觉来 食物接触了舌头之后会产生酸甜苦辣 好所以呢我们说 我们会分辨 分辨什么 这是酸的还是甜的 甜的 这个呢 酸的 然后呢 这个呢 苦的 这个呢 咸的 这个呢 这个看到有没有人流口水 啊我最爱吃辣 没有辣不能过火 觉得这一餐没有吃饱 这个呢 姜 姜是什么 辣跟辣 这两个辣不一样吗 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西方人 他两个都是hot 但是如果我们还会可以分 一个叫香的 一个叫险的 香的跟险的好像都一样 好所以表示我们是会分辨的 请问这些味道是食物来的吗 酸甜苦辣是食物吗 真的 如果是食物那是食物自己的味道 跟你什么关系 因为辣椒应该自己会被自己辣到 好辣 每天就很辣 所以是食物本身 它的一个味性 它是它自己的 它自己有它的特性 但是它不会被辣到 好那就是我们的舌头吗 如果舌头是甜的 那应该尝不到辣味 如果舌头是辣的 应该随时随地都辣 你不用吃辣椒 所以好像又不是舌头 然后又不是食物 那到底是谁在辣 对于喜欢吃辣的人 他觉得不辣 对于不敢吃辣的人 他只有一点点就 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对食物的一个分别 会影响我们 对于食物的观感 对于食物的观感 所以我们去观察 原来是分别心在 分辨酸甜苦辣 分别心是 忘心还是真心 忘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喜欢跟不喜欢 它是建立在这个分别上 所以呢 当我们今天 好感冒 请问这个食物再好吃 为什么没有食欲 因为我们能分辨的 那个忘心迟钝了 那个神经迟钝了 所以没办法分辨 就没有食欲 好那如果我今天吃饱了 吃的很饱 这个食物再好吃 你有食欲吗 没有 所以什么东西叫好吃 肚子饿什么都好吃 还有你心没有事 什么都好吃 心很快乐 什么都好吃 所以这个饮食这件事情 取决在你跟什么人 在什么环境 是什么心情 什么状态 会决定这个食物好吃不好吃 不一定是煮的多好吃 你如果今天是要赶三点半 这个三点半之前 没有五百万 你没有办法过关 好中午 你去找朋友周转 朋友说我没有钱借你 可是我可以请你吃一顿 好好吃的山珍海味 你吃得下吗 你宁可折线 你不要也不要去吃那一顿 是以前这个慈禧太后 她每天在宫殿里面吃两百多道菜 每一道都觉得不好吃 这个世间实在是很无趣 好八国联军的时候 仓皇出走 一路没命的跑跑跑跑跑 又饿又累跑到了西安 没有东西吃 这个时候呢 这个湘敏呢 进贡了一个东西 哇 她吃了之后 真的 回宫之后 念念不忘 那个到底是什么 怎么这么好吃 怎么好吃到那种程度 她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呢 她就拼命的找人 四处去寻访 去找那个湘敏 到底她是 那个是什么东西 好不容易找到了 她一看 蛤 寒吉祥啊 这不是给猪吃的吗 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吃 因为她已经饿到没有东西吃 所以最稀松平常的东西 心定菜更香 生安毛卤稳 你的身心的状态 好 在一个快乐的状态 舒适的状态 满足的状态 吃什么都好吃 如果我们是 已经锦衣玉食 已经到 欲望泛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办法满足 所以呢 其实这个药王药上菩萨呢 她去观察这个味觉 她说这么多的味道 其实她不是真实的 她只是一个暂时的假合 你说她没有 她又好像有会影响我们 但是你说她真的有 她又随时 随着人事实地物的条件 会有不同的感觉 随着我们的心情 随着我们的口味 所以我们如果观察自己的口味 在从小到大 它有一点变化 随着我们不同的一个 这个年龄的阶段 我们对于味觉 我们会慢慢慢慢 会有一个定性 好 那有一个规律 有一个定性 其实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一种习惯 就是执着怎么来的 从每天每天 在这个跟饮食接触的时候 自己的心境 慢慢因为养成偏食的观念 偏食的习惯 所以呢 我们就有所取舍 所以不是味道的问题 以前有一个人 他很喜欢吃档荣 他童蒿菜呢 就是不容易嘛 就叫做帕毛菜 什么叫帕毛菜 明明买那么多 最后剩下一口 所以他就很喜欢吃童蒿 可是童蒿不是年年盛产 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 还要看天气 好 那结果有一次呢 他就去旅游 旅游的时候 刚好遇到童蒿盛产 到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饭店呢 他们就推出当季 最盛产的那个 当季的蔬菜 就是童蒿 所以呢 他去十天 三十餐都吃童蒿 哇 吃到 刚开始第一天 第二天 哇 我怎么来到天堂 怎么这么好 我平常在家 叫我太太煮 难得 才煮一下 那他还说 要变化菜色 不能每天吃 太凉了什么的 所以呢 他就觉得 哦 真的太好 第一天 第二天吃得很快乐 第三天 第四天 还是有一点点快乐 慢慢慢慢到第五天 第六天 到了第十天 第三十餐 他还是童蒿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 当初的快乐 就是哦 他还是 又是童蒿嘛 所以他的心情 是不一样的 等到他回到台湾 他的太太想 哦 这么久 都出门在外 很难得哦 我就特别煮一顿 他爱吃的 这时候 他看到的时候 会快乐吗 他的眉头就皱着 那给他的 这个太太 他会知道 他的心情吗 不知道 他只会觉得 莫名其妙 以前不煮 你生气 现在煮出来 你也生气 啊你是有得 太宽态 这怎么那么难刺厚 其实是因为 我们的心境 随着这个好东西 吃到吐 吃到厌烦 东西再好吃 都不好吃 好 那如果我们是 常常 哎 就是保持一个 清静的心 保持一个 哎 我们适可而止的心 我们快乐的心 吃什么都很好吃 所以呢 其实这个味觉 味道 他不一定是这么的 像我们自己所想的 我一定非要什么不可 是可以改变的 从哪里改 从我们的心改 所以呢 他 他们两位啊 就去分别 他说是从哪里 分辨这些味道的 原来是我们的心 在分辨 分辨这个味音 所以就开悟了 以前在 有一个元晓禅师 这个元晓禅师的 开悟因缘 有一天 他在修行的时候呢 醒脚 醒脚 就是四处去参访 参访 结果有一次 他生病 发高烧 你发高烧呢 半夜 没有医生 也没有水可以喝 所以发烧 口中又干又渴 渴到呢 没有办法睡觉 这个火 这个喉咙像火在烧一样 所以他就 好 出去 去找水源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终于找到了一个泉水 这三泉水 他 马上 只要看到有水 听到有水声 他就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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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肚子 哇 觉得这个水实在是太甘甜了 好 好好的睡了一觉 隔天早上 他对于那个三泉水 就念念不忘 想要再去 喝一下那个三泉水 所以他就 依着昨天晚上 去找的那个记忆 他就去 走走走走 真的就给他找到 那一处三泉水 一看到 他差点吐出来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三泉水里面 竟然有一个尸体 一个尸体 死猫 死猫 死狗 不管是什么 死的都是很恐怖的 他就在那边 然后呢 一阵一阵的那个腐败的味道就传出来 所以他马上把昨天喝下去的那个水 整个吐出来 但是吐出来的当下他开悟了 他说 奇怪 昨天为什么觉得很好喝 因为没有看到 今天为什么这么臭 因为他看到很可怕 所以到底是什么 在决定好跟坏 香跟臭 所以他就讲 饮之甚干 昨天喝 觉得好甘甜 因为你不知道嘛 你喝下去觉得 哇 好甘甜 好清凉 闻之甚嗅 今天闻 觉得很臭 臭不可闻 所以 这个 这个飞观啊 飞观外物 不是水的好坏的问题 净会游行 都是我们的心在做主意 你觉得他好 你怎么看都好 一个很爱你的人煮 怎么煮都好吃 明明很难吃 你也觉得很好吃 因为你在吃那个爱心 好 那如果你 你真的心情不好 人家煮的三张海味 还是觉得不好吃 所以不是食物的问题 是分别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药王药上二菩萨呢 他们就是发现 原来味觉 是由分别心来的 所以分别味音 从事开悟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吃三餐 在福门中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受食 饮食 对于饮食 要有一个正念来受食 所以我们说 在佛寺里面呢 都要叫我们要食存五观 在吃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正念 五种观形 一边吃 一边心存感恩 所以第一个 就是寄供多少量比来处 我吃到这碗饭 我们必须要感谢 感谢什么 第一个 我们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 是不是非常不容易 至少我今天没有感冒 没有生病 要不然我吃了这碗饭 再好吃我也吃不下 我也没有心情 我也没有好的健康 来销售 第二个 要促成这碗饭 中间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有很多的人心情的耕种 乃至于呢 在这个 运送的过程 煮饭成为这碗饭的过程 是经历无数的因缘和合而成就这碗饭 所以呢 不是只是很简单 我用五十块去换这一个饭来 也不是一百块去换这一顿餐来 不是只是简单的交易 而是在背后有这么多的人的努力而成就这一碗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计算这个背后的心血 人的生命累积起来 这一餐饭应该不止一千一万 乃至于我们自己所能够看得到的价值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存着一种感恩的心 寄供多少量比来出 当我们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正念 而不是在那边挑剔 煮得那么硬 煮得那么嫩 煮得怎么样 好吃不好吃 我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味道上 而让我们起很多的分别烦恼 所以感恩的心就是第一个正念受食 第二个呢 还要想想看 那我吃饱了之后 是要去做坏事吗 坏人也是吃饱有力气去骂人 去伤害人 去算计人 所以呢 坏人来吃这碗饭 这碗饭就没有功德 如果好人呢 你吃饱是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认真工作 为这个社会付出 为我的家庭打拼 好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那这个这碗饭吃下去就有功德 所以呢 吃的饭还要检讨 我为了什么而吃 如果我是为了要做坏事而吃 那这碗饭就是罪过 如果我为了要做好事 要做好人 要认认真真的活着 那这碗饭就他就有他的一个功德 所以呢 第二个就是要存己得恨 全缺应供 我要能够去衡量衡量自己的修行 自己的修为 有没有缺点 有没有过失 那如果有过失 就要以一个忏悔的心 来受食 认真的改过 如果觉得很好 我有很认真 那就要鼓励自己继续努力 继续保持 所以这个佛门中的一个修行 他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中 一周一饭都有一种正念在受食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未成呢 就是来帮助我们修行 帮助我们来在这个分别未成的 好 这好吃不好吃酸甜苦辣中呢 得到了一个解脱的契机 所以呢 这是这个要往要上二菩萨 所以呢 当他们成就了之后 他们是尝百草 尝这个要草的 这些酸甜苦辣的胃性 那结果呢 就开悟了之后呢 蒙佛如来应我昆迹 昆迹指的就是兄弟 要往要上二菩萨名 那现在呢 我们不但是自己修行修的很好 而且我因为自己当医生的这个方便 度了很多人 所以呢 这个是要往要上二菩萨 他们等于是从他的职业中 去找到一个跟大众广结善缘 服务大众的一个根本 所以他的工作是一种亲近的行业 好 那当然也是有很多人 除了自己的生活 找到一个修行的入处之外 有的人他会说 师傅 我的业障很重 我的烦恼很多 我造了很多的业 像我们这种业障很重的 习气很坏的人 有办法修吗 好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焦帆波提 这个焦帆波提呢 它是蛇根圆通 可是我们会发现 在84页 85页 84页 85页 这个生根 鼻根 眼根 鼻根 蛇根 生根 这四个 这四个 眼耳鼻舌 生 眼鼻舌 这四个 全部都是有业障的 好 全部都有业障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 我的业障很重 我很笨啊 我身体不好啊 好 通通都不是 不修行的理由 通通只是一种借口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借口 因为我们 把自己的障碍放在前面 所以都没有办法入到 没有办法修 那当然烦恼 它真的 好 会困扰我们 但是我们要面对那个烦恼 把烦恼的 好 的这种状况 把它扭转 那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的发心 跟自己的 努力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精进心 好 那我们上次看到的是 八十四页 这个阿纳律 最下面这边 这阿纳律 他是修眼跟圆通 但是他是一个失明的人 那竟然能够因为 他不依赖这个眼 而启发他心灵之眼 表示呢 我们在用的这个 修行的一个方法 他不是看条件的 条件很差 只要我们有心 他也可以克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交繁波提 好 八十五页的这个第二个交繁波提呢 他说 我 我有口页 好 那怎么样的口页呢 我因为过去生 他轻弄沙门 所以呢 他的口页是严重到 被佛陀勒令 不可以在人间居住 好 他说 我的口页是什么 我在吃饭的时候 人吃饭都有一个斯文的样子 所以我们说 吃要有吃相 好 那看到这个人的吃相 就知道这个人 是什么样子的来头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吃饭 吃到 所以有时候 这个吃相呢 他会显出我们的教养 好 那问题是 这个交繁波提呢 他吃的时候 像牛在吃草一样 好 所以叫做牛丝病 这是一个先天的一种疾病 所以牛丝病 就是牛在喘气 我们知道牛有四个胃 吃下去的东西会怎样 翻出 所以他一边吃一边 一边吃一边 所以你如果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吃饭 然后他一直 你会不会撕得下 你可能就心情就很受影响 很恶心 而且你有时候看到他还真的吐出来 又吐吐下去 我怕一双 好可怕 所以就有这种毛病 然后呢 牛吃草的时候 舌头会一直卷 那一直卷 他就口水就流下来 所以呢 这个交繁波提 他在吃的时候 不但会一直返出 还会一直喘 然后会一直打嗝 又会一直流口水 非常难看 所以佛陀就看到他这样子 虽然是很难看 这是他先天的 不是他故意的 好 那他也有心修行 而且他还修到 正道阿罗汉 那正道阿罗汉 他修得这么好 可是他还是有先天的疾病 那出去应供的时候 人家难免指指点点 所以会招来别人的 激贤跟毁谤 那你一个修行修得 很好的人 你又被人家激贤毁谤 其实是让这个 激贤毁谤的人遭罪过 佛陀为了要保护 大家的善根 不要说 哦看到一个师父 大家都没有在供养 一直在看他 这样 这是不好看 所以呢 佛陀就叫他 你去天上住 你不要在人间 天上的天人 他比较有善根 他不会在那边 毁谤批评攻击 他不会把你的 这个残缺 当成是一个 攻击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 焦帆波底 他平常都是居住在天上 好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来 他也出现在这里 因为这是 楞严经的一个时间 楞严经什么时候发生 就是在解下这一天 解下安居的这一天 佛陀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检讨大会 所以焦帆波底呢 就是应着这个检讨大会 特别下来参加 所以他也参加到这个 楞严经的一个集会 所以他就有机会来分享一下 他的状况 那他有这个先天的残疾 可是他有因此而障碍 他的修行吗 没有 他反而克服了他的这种 蛇根的不圆满 而突破了他的障碍 证到阿罗汉 所以呢 其实不是蛇根好或不好 不是我们长得好或不好 不是我们先天的条件如何 那一般人遇到这种先天条件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是怨天尤人 觉得自己很差 甚至于怨天尤人 他一点都不会怨怪 为什么 因为他当他证到阿罗汉呢 他知道他自己的过去 他就知道这个都是他自己的夜报 那这是什么夜报呢 因为他过去节中轻弄沙门 什么轻弄沙门 他去 就是去嘲笑别人 以前他是很端正 阴森很美妙的一个年轻出家人 好 那当他在做早课 做晚课呢 在诵经的时候呢 他就会一直 自己唱得很好的时候 都会耳朵就变成一直去听人家唱不好 所以呢 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唱得这么好听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唱得这么好听 偏偏就是有人唱得这么难听 唱得这么难听 而且还要唱那么大声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很喜欢去批评那种 唱得很大声 然后又很难听 尤其呢 有一些老人家 那个声就拍听啊 那个声音很难听 还唱那么大声 所以他下电之后呢 他就会在那边 嘲笑别人 说 哎呀 唱得那么难听 好像牛在唱歌一样 你觉得这样牛唱歌 你还要唱那么大声吗 好 结果呢 有一次 他就去批评一个老比丘 这个老比丘呢 唱诵 非常的 沙哑 不好听 好 那他就去嘲笑他 说 哎呀 就像牛在唱歌一样 就这样轻弄他 好 再嘲笑他 那这个老比丘呢 很严肃的告诉他 你赶快忏悔 好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忏悔 你本来就是难听啊 难听就是事实啊 他说 你就是不知道好歹 你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正道 阿罗汉的一个圣者 你轻弄阿罗汉 毁谤阿罗汉 你会遭罪过 他一听到 吓一跳 真的有眼不适泰山 赶快当下马上忏悔 可是来不及 主要 你忏悔 可以 忏悔了之后 你不会多恶道 但是从此以后 他生生世世就带有 他自己过去毁谤别人 轻弄沙门的一个余报 这是残余的报应 就是我的嘴巴呢 因为过去都是去 去批评别人 毁谤别人 所以这一生就会变成 讲话就会有问题 所以有的人舌根不完整 两舌而来 妄语而来 有的呢 有这种病 你看他的余报呢 是因为过去轻弄沙门 就有这样子的毛病 搞到他如果没有克服这个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在生团中 好好的居住 还要到天上去 所以呢 这个牛丝病 他自己知道 这是先天的残疾 也是他自己过去的果报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精进用功 去克服了 他不会没有办法 好好的使用舌根的这个障碍 那我们从他的身上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有障碍 也许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就是先天条件不好 那我能怎样 我只能怎么样 我只能不成功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其实要成功不成功 要看我们 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 其实是看我们 能不能够找到修行的一个契机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立刻 这个立刻的一个故事 那也许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报 他说呢 人的一生中 什么是障碍 什么是困难 其实障碍困难 常常来自于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给自己的设限 那以一个 以一个这样子的条件的 Nick的这个条件 他应该 生活在一个悲惨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当他出生的时候呢 他是 他的身根是不健全的 没有手没有脚 所以所有的人 生下这个孩子 全部傻眼 是妈妈的错吗 其实不是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手脚健全 我们应该感到 我们自己呢 过去都没有做坏事 也没有呢 这个让自己的 这个颜耳鼻舌 生哦 去造太大的恶业 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报的 因为先天的条件不足 后天 在学校被人家 指校哦 其实这是很难避免的 那他刚开始呢 真的也是自暴自趣 甚至于觉得这一生 都是要依赖别人 他觉得非常的难过 而且很自卑 所以先天不足 很有可能是我们失败的主因 条件不好 但是他并没有 屈服于他先天的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 他做的任何一个 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动作 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譬如说 要拉窗帘 怎么拉 他要用他的嘴巴 穿衣服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是在经过无数的练习 才有办法这么顺利 刷牙 怎么刷 可以跑步 好 做早餐 他怎么做 我们还嫌东西不好吃 他连煮都有困难 开瓦斯 全部都看到他那个嘴巴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对他来讲 这花多少时间的训练 现在要看一片DVD 特技表演 特技表演 还有一只小小的脚 做到沙发上怎么做 真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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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得是他还非常的乐观 读了两个大学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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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一指神功 而且是脚指 而且是脚指 看书 写手机 这样子可以把它踢上去 他可以玩足球 可以滑水 舌头开意开灌 好 六狗 是狗六人 还是六狗 是狗带他出去逛街 狗很乖 牵着他 他演讲 他去二十五个国家 对 数百万人演讲 对啊 他那个踢足球 这些孩子 这是年轻人 年轻人 年轻人常常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我说他很感恩 至少还有一只小小的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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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习跳 他说如果你一直去看着你失去的 你没有的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痛苦 你不太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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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人 很多人来说 你怎么这么笑 我说 这一段话 但是很简单 你也很难笑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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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会分享 一些事情 我学习的 你用的 我学习的 我心里的 我心里有些事情 你不懂 我意识纳定 那我能不能持有的手 要保持我的妻子 但当时来 我能拗ield她的手 我才不需要 我会这样的手 你不懂 你可不懂 趣认识 讴识多少女生 有些人 而死亡的 因为她的事情 所以这是他的故事 他的演讲在YouTube上面如果去查 他有一个很好的演讲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虔诚的基督徒因为心里面有一个信仰 他就是一个信念 就是感恩 他说神如果要让他没有手脚 是为了让他成为大家的见证 那么他接受他很感恩 所以他走过了25个国家 去做了无数次的演讲 激发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的一个 肯定自己生存价值的一个信心 那是非常值得的 他这一生这么年轻 二十几岁 他就可以创办 可以做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的条件是一无所有 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人都差 可是他却没有放弃自己 好 那我们就想想看 我们什么都有 可是我们却抱怨连连 我们没有善用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是不是是不是常常自己把自己的心放错位置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看 好 我们来看八十五页 八十五页这个第二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盘佗 周立盘特 这个周立盘特呢 他也是另外一种障碍 他这个障碍是什么 这个我们都 如果学佛学有一段时间 大概都很认识他 那就是天底下最笨的 最笨的 最笨的 所以呢 这个周立盘特啊 他也出来发表心得 他说我缺颂持 无多文性 他自己讲他自己的过去 他不是 他不是说我很笨 那也不是说 这爸爸妈妈没有把我教育好 都不是 他就说我就是先天就没办法记得 没有多文 他说没有多文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再记一句截陀 截陀就是一个记字 一个记字 记一百天 用一百天的时间去背一个记字 譬如说我们一开始 课程一开始我们会念什么 无上圣生为妙法 第二句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大家都比他聪明 他这个一百天里面 背了无上圣生为妙法 下一句是什么 那好不容易背了 百千万劫难遭遇 前面那一句怎样 又忘记了 虽然我们有一点点的忘信 也没有他那么严重 尤其是努力了一百天之后 得前以后 得后以前 所以要背一个记字 对他来讲非常的困难 这种学习障碍 来自于什么 先天还是后天 所以后天很努力 先天呢 有这种障碍 所以呢 也不是遗传哦 不是遗传哦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哥哥 绝顶聪明 在僧团里面 是属于教授级的 就是专门都在教别人 别人都会问他 他通达三藏十二步金 所以不是父母亲没生好 也不是他从路边捡来的 所以他就很沮丧 他说我怎么这么笨 这样我出家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要学的法 统统忘了 后来他就被他哥哥 劝叫他回去 他哥哥就跟他说 像你那么笨 大家都说你很笨 你也真的很笨 那你就不要修行算了 我看你也没办法 这所有连居士都觉得你很笨 这样子人家怎么会去恭敬师父 有一个师父天底下最笨 大家都会拿来做开玩笑的题材 所以其实是很不好的 对僧团的形象大受打击 所以呢就叫他回去 劝他 这个周立盘特当然不想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觉得很难过 所以后来他就是 就想要寻短 结果碰到了佛陀 佛陀跟他说 周立盘特你要好好的忏悔 你要接受你现在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不知道 怎么去改变你现在的业 因为你不知道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会觉得 我就是生来如此 我没有办法改变 好 那这个周立盘特呢 就愿意接受 可是他心里面还是有疑问 佛陀就跟他讲 你的过去生是跟你的哥哥 一样这么决定聪明的 可是你为什么会这一生有这个障碍 因为你过去会的 什么都会 你没有好好的用 而且还觉得自己很骄傲 当别人问你的时候 这一题怎么写 你跟他回答 我不会 不愿意教令法 所以你会的隐藏 自己就高傲 觉得别人都比你笨 那从此以后 你的会就产生了一个业障 这种慢心呢 就障碍了你的学习 所以到这一生 你就会产生一个先天的障碍 没有办法学习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会 其实我们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一个先天的一些障碍 那可能是后天没有学习 也有可能是先天有这种障碍 那佛陀就问他 那你还想修行吗 他说当然我想 我虽然很懺悔 可是我想要知道怎么改变 所以佛陀就教他 你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克服你的障碍 你表示福报不够 为什么学不来 因为我们的福报没有跟大家结缘 然后呢 在僧团里面呢 大家看你都看没有 也不喜欢 所以呢 人跟人之间呢 有很多的人相处的问题 造成你很多的困扰 你会觉得自己在僧团里面 没有立足之地 好 那你要多广结善缘 用什么方法 你就拿一只扫把 开始帮大家做劳务 扫地 你说要去跟人家讲话 你不会讲 要去帮助别人 你脑袋空空 也不知道从何帮起 但是你至少有力气 你有时间 不要把力气跟时间花在抱怨 怨天尤人 自怨自哀上 你就去扫地 把这个房子 把我们的金色环境打扫到干干净净 不管有多少人在溜垃圾 有没有人在扫 你就是负责一直不断的扫 跟大家结缘 好 所以呢 他就开始呢 在道场里面扫地 扫的地 地很干净 大家来道场 心里面很开心 我们到一个地方觉得 哇 很干净 尤其是去扫厕所 看到这个厕所这么干净 干净到很想住在那边 好 那我们这个扫厕所的人 就跟你结到一个善缘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 可是我却享受到你的服务 那这个就是一个结善缘 很好的一个开始 而且在道场里面 大家来道场 都是来听经文法 来修行的 那听经文法 修行都有功德 我们把环境打扫到干干净净 让大家心清净 能够修得很安心 我们就无形中 跟很多没有看到的 我扫完了 后面来使用的 我通通都跟他结到一个善缘 那这样子的 慢慢去改变人群的关系 要不然大家都认识你 大家都看不起你 那你怎么办 你必须要翻身 所以呢 至少我贡献了 我愿意去改变 跟人来互动 所以结了一个善缘 你的心就会安下来 好 那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功课 结缘修福报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好 佛教安居条出入席 有空的时候 我们要修定力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我们一般人 就是有空 在等人五分钟 十分钟 就在那边很无聊 脚晃晃晃 然后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要跟人家打屁打屁 聊天聊天 攀缘攀缘 然后就讲一大堆是非出来 要不然就无聊 就在那边打顿 打瞌睡 就常常昏沉 要不然就发呆 发呆就越来越呆 所以呢 就会有 就是我们有空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熏陶自己 错误的习惯 养成错误的习惯 那五分钟 十分钟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五十年累积下来的 五分钟 十分钟就很可观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利用 琐碎的时间 好 佛陀说 你现在忙完了 你五分钟 十分钟一定有 一分钟 两分钟 也一定有 我们有空的时间 都被我们浪费 好 我们呢 啊 跟人家聊天 一聊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要不然发呆 一发呆 也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也就过去 那日子一直过 其实我们算一算 我们浪费的时间 比学习的时间 还要多 那因为我们的身心 长期都暴露在这种 散乱无际 无际就是发呆 或者是昏昏沉沉 迷迷糊糊的状态 所以等到我们 真正要学的时候 就已经被自己的 心念机制 被宰制 就是我的习惯 已经是这样 就学不来 所以呢 要养成一个学习的状态 要常常让自己的心 收舍回来 可是问题是 这个周立盘特 他先天条件很差 他就是一直觉得 他寄不来 那寄不来怎么办 好 佛陀教他一个 随时随地 可以修的方法 大家可以 用这种方法 会变成聪明 他只有教他 每一个人都会呼吸 聪明的人会呼吸 笨的人会不会呼吸 我就说 我智商很低 我不会呼吸 有这样吗 应该没有 所以你即使是一个 不会学习的人 也会呼吸的很好 那这个呼吸 就是我们一个 最好的修行的一个方向 我们 好 怎么样 静下来的时候 我不要发呆 也不用去跟人家 那边东聊西聊 就是讲一些是非 好 那我们就观察 自己的呼吸 好 那佛陀教周立盘特 这个方法 让他正到阿罗汉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呼吸 有微妙之处 我们去观察 其实不是让自己的呼吸 变成气功 我会发功 不是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呼吸 这个呼跟吸的时候呢 我们借由这样子的规律 训练自己的专注力 所以重点是在那个专注 那个调 而不是在呼吸 呼吸我们本来就会呼吸 所以不用去帮忙他呼 好 所以当我们要去调出入息 要去帮忙他呼 突然之间变成不会呼吸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本来就会 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他 我们借由呼吸去观察 观察的重点在观 就是 我们静下来 自己就注意 注意我的呼气 吸气 我就去观察他 当我们在观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有事做 有事做就让自己的心 比较有正念 当我们的心没有事 无聊 无聊会怎样 无聊就会想东想西 然后就攀缘 然后攀缘之后的结果就是 啊 要不然讲错话啦 要不然眼睛乱看起烦恼 要不然就是攀缘到无际发呆 所以呢 与其让他在那边东想西想 不如我们训练自己的心 现在不要想好好的观察呼吸 我们的周立盘特这么笨 他都可以借由观呼吸这件事情 真正正到阿罗汉 我们没有人比他笨 我们却没有去正到阿罗汉 是不是爆天天物 我们的条件这么好 却没有善用 他这么笨都可以做到 我们这么聪明 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实在应该忏悔 好 所以呢 他怎么观察 他说哎呀 他就乖乖的 师父教 他就做 做到什么程度 做到他观察一个呼吸之间啊 竟然还有四种现象 呼出去 呼 呼气开始 呼气开始叫做生 生 开始呼 这个东西生的 呼这件事情 开始 住叫做持续 我持续在呼吸 这个气在吐 好 意呢 就是阿慢慢 这个气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快要结束了 最后结束叫做灭 好 一个阶段 呼这个动作有四个阶段 我们一般就呼就呼嘛 吸就吸嘛 就是两个阶段 但是一个阶段里面又有四个阶段 好 当我们的呼气灭了 开始吸 吸是什么 生 生 持续吸 叫做住 然后吸气 慢慢慢慢 吸到饱了 他开始改变 就是这个 这个吸的 长跟短 强跟弱 开始改变 叫做意 到最后呢 好 吸饱了 吸够了 叫做灭 灭了之后 要呼 呼又开始生 生 注意面 所以一个呼气里面 有四个阶段 生 注意面 那当我们知道呼的开始 这个生 生里面又有生 注意面 生里面又有生 注意面 结果到最后呢 我们这个周利盘特呢 他从关系里面 他去观察到 他的气息 非常非常的 变化迅速 迅速到什么程度 迅速到 一刹那 一刹那 每一刹那 都非常的 有变化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平常 呼气跟吸气 都没有观察 所以当我们 心情很 急的时候 呼气比较短 还是比较长 心情很平稳的时候 气息比较长 还是比较短 我们可能 大概知道 可是没有发现 每一次的呼吸 其实都有 微细的变化 那表示 我们的心 其实都没有放在上面 也没有在注意 所以呢 我们的心不够细 对于事情的观察 就不够入围 好 那都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 不该放的地方 去猜忌 去怀疑 去无聊 乃至于去执着 去贪嗔 吃慢饮 所以造成很多 自己的生命中的障碍 那与其我们去障碍它 我们让自己的身心这么的疲惫 不如把自己的心收回来 去观洗 观察到 原来在观的这个过程 这个气息有这么多的变化 株形刹那 气息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呼吸 都变化这么多 那这个世间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事物 其实也是随时随时都是刹那刹那在变 这个刹那是什么意思 刹那就是一秒钟里面有90个刹那 所以一刹那等于91秒 所以我们说刹那即是 一刹那好瞬间 就是很快的意思 那一般的我们的观察呢 没有那么入围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看事情看得很粗 所以他为什么变心 他为什么情绪变化 他为什么改变他的造型 或者是我们人为什么会老 我们其实都是观察得很粗 根本看不懂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当我们的心能够观察得很维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 诶 启发自己的观察的智慧 好 观察智慧 所以当我们能够观察到自己的气息这么维系 我们对自己的起心动念也会观察的维系 我们就不会等到已经产生了障碍烦恼的时候 才发现 啊 怎么这么严重 好 那我们通常都后知后觉 就是已经发完脾气 骂完了愁结下去了 才说啊 我讨厌了哪里去拍 是不是 我为什么这样 那是常常花时间在后悔 懊恼 错误的判断跟错误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心念很粗 所以没有办法去训练自己的观察力 他就会错失很多的 好 这个以为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这样子简单化 可是事实上因缘的变化 它是瞬息万变的 我们却没有观察入围 所以造成已经结果现前已经恶化了 我们还在不知不觉的状态 所以最后受苦了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呢 佛陀他教周立盘特 他说我们要去观察 让自己的心啊 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观察的那么清楚 向瑟利佛观察因缘 那我们观察最简单的气息 从最简单里面呢 我们去训练我们的觉观的能力 这种智慧的能力 好 那什么时候 不要等到我有空的时候 就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时候 因为我们随时都在呼吸 一分钟可不可以修 可以 这不用准备就是观察 所以与其让我们的心 常常就是在散乱啊 无聊 还不如 好 我们的心收起来就一分钟 两分钟 有时候我们说啊 晚上睡不着 觉得好累 好烦哦 那你就不用啊 就躺在那边就观察 大概不用到一分钟就睡着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 如果没有给他事情做 他就会去一直想 我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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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失眠 一定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让我们失眠 我们就一直在想那个烦恼的事 所以呢 这个烦恼的是 你想一百遍 他还是这么烦恼 还会加强 好 那与其一直在想 没有结果 还不如把自己的心收回来 也许我们觉得很痛苦 很烦恼 无解的问题 会突然之间迎刃而解 但是我们不晓得 原来我们的心 有这种能力去解决问题 我们就没有让自己的智慧 出来作用 就让自己的烦恼 妄想出来障碍 所以就试得其防 越做越 好 越做越忙 越做越累 越来越多的障碍 所以呢 佛陀他教我们把心收回来 就观察我们最平常的这个动作 训练自己的观察力 训练自己的清静心 所以呢 当他修到呢 观察自己的心这么的刹那的变化 他的当下是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这时候会有一种状况 其心豁然得大无碍 他就整个知道他的问题 原来他的过去都被笨这个事情射陷住 他被学习的障碍射陷住 他被他自己过去的业障障碍住 所以他现在呢 不被这个笨字牵连 他也不被这个业障拉着跑 都不要把自己的执着烦恼放在第一位 他把心收回来 去关注自己的真心 关注自己的决心 真正的达到效果 他真的挣到无碍的境界 漏尽成阿罗汉 他把烦恼的起因 把他观察到最后发现 原来我们的执着是这样子养成的 可是这个观形 如果我们没有给自己机会 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只是听人家 哎呦 怎么这么简单 就可以挣到阿罗汉 是怎么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去做 我们没有去试 我们没有去运用 那我们通常很多人修属习关说 啊师父我也修三十年啊 那可是怎么都没有效 真的属习关有效吗 因为我们怎么修 我们修 一好无聊哦 二修这干什么哦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是无聊的心在修 所以我们去加强那个无聊 加强那个干什么 加强那个疑 我们没有像周地盘特这样子 哎他慢慢的 真的佛陀叫他做什么 他就依教奉行 所以就像我们小朋友 小朋友刚刚开始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时候 他刚开始学 你看那个心 好他说 哎阿嬷 我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给你听哦 好他就会专注百分之百 一二三四对不对 他没有杂念没有忘念 因为一跟二二跟三 他必须要很专注才会有串联 可是我们因为一二三四很简单 呼吸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乱呼吸 就乱数 然后数的时候 一 拉数改行没关 二 明天还要看一个什么电视 那个剧情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杂念夹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 像小朋友在数数字一样那么专注 那当然我们就会越来越笨 如果我们能够像他这么的专注 百分之百 我们一定是越来越聪明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越来越笨 越来越没有观察力 我们就要有警觉 这个周立盘特啊 他是一个最好的范例 这么笨的人 一百天都背不了一句 他比我们条件还差 他可以克服正他罗汉 我们却不是 那我们就要真的要深切的反省 好 那这个周立盘特呢 证到阿罗汉之后呢 他就 他也是默默的继续扫地 他不会说 嘿我证到阿罗汉 扫把来给那个没有证的自己去扫 他不会这样子 他还继续扫 因为他知道这个修复法真的很好 让自己的心很快乐 好 那当然大家也不知道他证到阿罗汉 他没有到处宣传说 我证到了 我证到了 没有 没有碰轰 所以呢 他就 诶 照常 有一天 佛陀的一个大居士护法呢 要请五百个阿罗汉去供养 那佛陀就派了五百个 跟着他 五百个阿罗汉 当然包含这个周立盘特 那这个周立盘特呢 诶 就排在最后 因为他是最晚正到阿罗汉的 就诶 这居士很护持 他就在门口 就一个一个师父进来 进来进来 他就很恭敬 顶礼顶礼顶礼 顶礼到最后他站起来 他看到谁 那个最后一排 那个怎么会在那边 那个不是最笨的吗 为什么佛陀今天派他来 他来干什么 好 所以呢 这个居士呢 心里面就觉得 佛陀你怎么会找这个人来充数呢 你是不是找 人不够 他就 诶 站起来 就跟这个周立盘特讲说 师父 对不起 我们 已经 已经满了 我们已经满了 里面没有位置了 这周立盘特呢 自己心里 心里面知道 这个居士不是因为真的满了 是因为看不起他 说我这么笨 等下供养 变得那么笨 怎么办 可能自己有很多的这种想法 说我要供养聪明的 我不要供养笨的 等一下会被我卫掉 好 那这个周立盘特也不以为意 说好 那我就在外面等他们好了 自己就在外面 找一个位置坐下来 那里面呢 当然就空了一个位置了 好 佛陀还故意问说 那怎么还有一个空位 好 这周 这个居士就跟佛陀报告说 没有啊 我全部的人都进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空位 好 那佛陀就笑一笑 说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我们开始吧 好 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有一个碗 一个波 好 里面同样都是平等的供养 一波一波一波 一碗一碗的饭跟菜 好 大家就开始吃 大家吃吃吃吃吃 这个帮忙在寻添加碗 这个饭菜的呢 寻寻寻寻寻 寻到那个空位 发现 这个位置里面的饭菜 竟然吃掉了 怎么会吃掉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把 这个再添一碗进去 添一碗进去 再从那边再寻回来 又吃掉了 没有位置 怎么会 有吃掉 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怪怪的 他们就所有的人 就觉得很好奇 就一直去看那个地方 结果呢 当他添了饭时候 没有 五秒钟 然后就看到一只手 咻 然后就 饭就拿出去 拿去哪里了 所以 一群人就 很好奇说 这跑去哪里 是不是在外面 然后就跑到外面去 就看到那个周立盘 坐在那边吃 谢谢 今天的饭很好吃 谢谢你供养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 原来 他已经挣到阿罗汉 这有眼不适泰山 差一点错过了 这个供养到阿罗汉的 一个机会 所以人不肯貌相 那大家就 从此之后 就是个声明 就远播说 哇 这个连周立盘 都挣到阿罗汉 那我们 就很有希望 就大家就对 这个很有信心 好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 这个笨是一个 先天的条件 但是如果从我们 现在的教育的角度 其实这个天底下 没有笨蛋 只是我们的 在这个多元功能的发展上 我们都是以学业成绩 为他的聪明跟愚笨的代表 其实我们说 我们人有IQ有EQ 有时候高IQ的人 低EQ 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的情绪 所以就情绪的智商来讲 他是白痴 那有的人 天才跟这种白痴 他其实是以限之格 只是我们要 适才适用 所以只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特质 他发现 发生的地方 他展现的地方 不一样 没有笨的人 只是有用错地方的人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 这个心中的小星星 这个是印度的一个 这是一个印度的骗子 他在讲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这个小朋友呢 叫做伊兄 大家都骂他 三年级练两次 留级 约考对两题 他觉得没关系啦 一加一都会错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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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被这个家庭越来越梳理 越来越梳理 所以这个老师 他非常的严肃 不知道从何开始讲 为什么他送他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不是什么路 他在三个月的三个月 他会失去三个月 他没有想到 他就是我的大小孩 每个小孩都在每个学校 他就是第二个 你觉得他什么问题 他什么问题 他在学校 每个小孩都在学校 是,你一直在問那些問題 他問了原因 你不可以认识到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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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去看了什麼 都撰住了 我要分辨 trong什麼意思 重っぱ我想與周珍 conform mesma學聖 你會成人的腦 俩當我們沒有借學會 所以不懂得懂 elim based上課 跟聲鼠 constituents 基本語 rooms 这必须的必须,不必须的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事件,不必须的 这些是你读书,师傅 你读书,你读书,你读书,你读书 我叫你不敢做的事 我不是不知道 你不犯了 你不犯了 有些感受的感受 你不懂了 你可以不懂 我叫做的疾病 如果有些小孩和小孩都会有多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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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她也想起了一分的 如果她把她的髮burn 把她的髮弄 她的髮盒 她的髮不能安排 她的髮型 跟他的髮型 上髮不得过 她的髮型 跟她的髮型 她的髮型 她的啤酒 她的髮型 准够 太多 她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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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了 她的髮型 她的髮型 想想 用索看 一把 一把 次 一把 MM 一把 一把 服 Dev ess 六 一 多 Ever 問堂 kinda 誰都會來這次 別的 以為 我心想 他 瞞 他 隔了 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设施了 不是这个答案 是一种病毒的 是一种人的一种人 如果说了一个人的病毒 如果您中否定的自己有毒性 便是在心境上那一段时间 您就是说我的孩子 平常, 平常, 平常 様子 是一个发生的男人 我明白 我明白 一位不正常的地球 而在这个世界 都要把每个人都要在家里 每个人都要一名 多数目的 科学和指揮 协调师数学和体制度 不少 95.5% 95.6% 95.7% 90.7% 不少 为了 为什么 想想 每个孩子 有自己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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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每个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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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老师他自己也是有这种阅读障碍的 所以他后来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去参加了画图比赛 这种事的理念是因为这种事是根本不发 提供不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六二三三三一 KitchenThe 最后两幅画 一个是老师画的 一个是一祥画的 在这边呢 他看起来就是非常自卑的 一个不正常的孩子 现在有人揭发他在这里了 然后推出去 爸爸很开心 妈妈 对他哥哥 最感谢的就是他这个老师 如果没有这个老师这孩子一生就毁了 我们老师的女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 他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教育 还有我们的整个现实 大家的认知 就是以单一的标准在做评判 事实上一只草一点路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片田 只是我们没有肯定自己的独特性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错的让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肯定自己 所以其实在这个二十五元通法门里面 每一个人他的出生的条件都不同 他的工作领域也不同 他的专长也不同 可是他们都找到自己一个独特的修行方式 一个可以让自己发光 可以让自己圆满的一个法门 所以我们从这二十五元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例子 他的出发出发的这个条件是不平等的 好那我们有很多的优势 可是我们有善用这个优势 这个优势也会被我们浪费掉 被我们糟蹋 那我们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不足 不要被障碍 就是被这些不足障碍的 到我们会克服这些条件上的一种缺憾 所以呢其实没有哪一个法门是好或不好 没有绝对 就看我们怎么去运用它 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新 这是在二十五元通里面 给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里面给我们的启发 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 请大家记得不要来 要来要下下礼拜来 下下礼拜呢 我们会把二十五元通做一个圆满 好那麻烦 我们要请麻烦请起立 我们要回向 愿霄三丈出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藏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是世事为庆幸福到大了 我让我们下期待